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直播学习2022年 注册快递师考试快递的直播课 我们这是基础进阶班 因为我们有月考 所以今天给大家把月考题讲一讲 3月份到4月份之间 我们一共给大家讲了 除了第13章以外的 剩余的这些都在我们月考题当中 时间是90分钟 保留两个小数 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呢 来1 2 3 4 5 8 9 11 10 12 16 这加了一块一共是11章的内容 这次月考题没有给大家增加第13章 下次一定是有第13章的 所以你会发现通过做月考题 好多知识你都已经遗忘了 正常吗正常 85%以上的同学 如果听完课之后 你没有做题 你遗忘的概率在90%以上 如果你听完课之后 你做了题 并且把错题又做了一遍 这种遗忘的概率是50%以上 不是说你做完一遍题就结束了 做快考试 开玩笑呢 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同学呢 就是我课也听了 我题也做了 但是没有把错题再做一遍 这种遗忘的概率是在60%到70%之间 所以这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曲线 你要正确的去对待 各位你考的叫中国注册会计师 所以他的难度在这呢 他不是开玩笑呢 说考个幼儿园大班的问题吗 注意不是 那今天呢 我在上课之前 我要表扬三位同学 这三位同学 第一个叫什么 叫月亮小饼干四班的 你来了吗 月亮小饼干你来了吗 我要表扬你 因为你客观题的正确率达到了93.3% 还有第二位同学叫缘分天空80 这是我们十班的同学 缘分天空80十班的同学 你客观题的正确率也达到了93.3% 所以也得表扬 最后一位是宇薇 宇薇同学来了吗 酒班的 你客观题的正确率也达到了93.3% 所以你看同样是听刘老师的课 对吧 这三位同学客观题的概率 正确率都达到了93.3% 所以呢 就是学习还是要因人而异 总有人去看各种类似的经验 帖子包括分享 说你怎么学的 我就永远说那句话 金西松在他有生之年 他也长不到我这身高了 对吧 那就在那了 所以说他想跟我一样身高怎么办 通过后天的努力 怎么努力 不是把腿拔长了 穿个高鞋 垫个增高垫 对吧 把头带出高点 这就是他唯一能够跟我身高差不多 一种方式方法 但你说我就是光脚 我就要跟刘老师身高一样 不可能的 所以每个人他的学习是有不同特点的 我给你举这个例子太形象了 太形象了 我说清楚了吗 各位同学来咯 我们首先来看单选题 首先第一个是讲词 这是关于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 我试同你们都做过 一会我讲的时候 说你没做过 你第一次你闭嘴 你小心我喷你 我让你做你不做 你这时候来哇哇叫我 你叫我个六 我试同你做过 所以我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就是直接按照答案来给大家讲了 来看好了 他为什么要记题多少存货跌价准备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各位你需要把存货跌价准备 和库存商品 这两个账户先放在这 他说库存商品期出预格是150 存货跌价准备是120 本月购进的商品成本是200 我赶着读 一边读我就一边写上了啊 然后当月销售成本是50 他告诉你采用先进先出法 如果是先进先出法 那就是七出的这150万 我卖掉了50万三分之一对吧 那么意味着重货跌价准备也要 截转三分之一 所以重货跌价准备 随同截转四万 这四万怎么来的 50万是相当于卖掉了原来七出 重货的三分之一 所以这十二万的三分之一 所对应的也要截转 再往下 我们先算一个余格 这是八万 这是三百 然后呢他告诉你说 七妹啊 有百分之六十签合同了 你算算这百分之六十部分 他的成本是多少 是不是180 三六一百八 对不对 百分之六十的部分是180 然后他签合同 合同总价是185 预计销售税费是一万 所以他的可变现应该是184 减值了吗 各位 有合同的没有减值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不管他了 没有减值 再来看没合同的 没合同的是百分之四十 对吧 三四一百二 所以他的成本是120万 我们再看他的可变现净值 118减0.8 这是多少 这是117.2 而你的成本是多少 你的成本是120 对不对 减了吗 来总理解了 这是减多少 我给你口算是2.8 是不是2.8 所以各位同学 这2.8万是什么 它是我重复了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 来 这2.8万 是我重复了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 你原来有多少 8万 那现在呢 我应该是转回5.2万 所以他问你要记题多少 那应该是负的5.2 所以正确答案应当是A选项 这个题不应该错 这题不应该错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题 说蒋洋斯自行建造生产线 建造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支出 注意把那个眼睛给我瞪大了 不应 记录所建造生产线成本的有 A 支付给第三方建立公司的建立费 这个要进 所以我们不选 B 建造期间发生的工程物资的净损失 这个也要进 所以也不选 注意啊 它是在建造期间 C 建造期间是生产产品发生的生产成本费用 各位这是今年教材有变化的 这叫什么 联合试车 你生产出来产品要确认收入 同时要截转成本 所以这一块是不构成 再建工程成本的C 要选 D 建造期间因可预见的不可抗因素 导致暂停施工发生的费用 这个也要构成工程的成本 所以不选 那本题正确答案是C选项 注意啊 就这东西 你说为什么 听前面去 找书 书上写了 课上也讲了 自己记不住 一定要去上前面去温顾 来 再来看第三题 第三题让我们算什么呢 对损益的影响金元 是吧 来吧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道投资性房地产的题目 说他将自用的办公楼租给一公司 租赁开始日是21年的6月1日 然后这一天告诉你 这房的账面是5200 然后当天的供应价值是6500 他按供应价值计量 账了6800 你一定要把那个小眼睛给我瞪大 人家问的是22年的随意 人家问的是22年的随意 所以你21年调公允 跟我22年随意有关系吗 注意没有关系 所以我22年的随意是啥呢 就是你的收入减去你的成本 你的收入是6800 这是你的售价 而你的成本呢 已经调到了6300 所以减6300 这500是要对随意有影响的 但是你别忘了 那还猫着一个其他综合收益呢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原来进其他综合收益的 充减其他业务成本 那这代方要增加利润 所以应该是1800 这个题啊 各位我还没有给你挖别的坑呢 你知道吗 如果这个题 我再把收的租金给你算上 其实又在挖坑 为啥呢 你看看 它是从6月1号对吧 到次年的6月1号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把租金放里边的话 这个里边有五个月的租金呢 22年有五个月的租金 但是这个题我没有给你挖坑 这个题我没有给你挖坑 有东西说 这1300不是21年的吗 赶紧回去补课吧 我都愁死了啊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 应该是1800 第一选项 OK了 下个分路 下个分路来 看一看 是不是要把原来进其他中国收益的 充减其他业务成本 就是这个东西 最基础大家还不会呢吗 那这样的话 你怎么参加考试呢 但是时间还够用 现在才4月号 咱们8月份考试实际还够用 所以啊 各位基础不劳地动山摇 就这种题考试二分你丢了 你说我和后边的 什么合并收入 所得税 租赁 长头 金融资产 这东西拿分 你做梦去吧 所以前面的基础 这是必须得夯实 来我们接下来看第四题 说下面各项 关于增值税快递表述中 把你的眼睛给我瞪大了 错误的有 问哪个是错的 A 小规模纳税人资产 产品分配给股东 视同销售户物 计算缴纳增值税 记录销售成本 错了吧 增值税是价位税 怎么能进成本呢 他就直接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就可以了 既然让我们选错的 所以A就错 B 一般纳税人购进货 用于免增增值税项目 其增值进行下税 进相关成本费用 对啊 不能抵扣的 对吧 所以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但我们不能选 再看C 一般纳税人 月中计算当月 应交或未缴增值税 通过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科目核算 对不对 这说法也是对的 但是也不能选 再看D 一般纳税人采用 减一计税方法 缴纳增值税的 通过应交税费 减一计税 注意说的都是 一般纳税人 所以这是对的 那既然是对的 咱就不选了 说清楚了吗 OK啦 所以本题正确的 答案是A选项 再来看第五题 第五题 这个是让我们选 不符合准则规定的 说白了 选错的 单选题还好 我就怕多选题 你那个眼睛不管用 是吧 把对的选上 结果仍然选错了 仍然选择了 仍然你选择是不符合的 来看 A 限制性股票是指 职工或其他方 从企业获得一定数量 本企业股票 企业该股票有锁定期 对的 对的 那咱就不选 对吧 这不就是限制性股票定义吗 B 股票期权是指 企业职工或其他方 现在 可以以预先确定的价格 和条件购买 本企业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 它如果叫期权 能是当下就行权吗 这不能 这是未来 所以这个B 说的是错的 那得选 C 模拟股票是现金结算 股份支付的一种常见工具 这个说法也对 现金结算俩呀 一个叫模拟股票 一个叫现金股票增值权 D 现金股票增值权 是一种通过增值权形式 与股票价值挂钩的薪酬工具 这个说法也是正确的 所以不决了 本题正确答案是B B是错的 所以你得选 再有呢 咱们同学还是啊 一个是眼力不好使 一个是懒 解析写的很清楚啊 各位同学要多读的 要多读读的 来吧 第六题 这是让我们算什么 算英语资本化的借款利息 做这个题怎么办 各位同学画图了 别废话了 画图 不画图 99%会错的啊 所以必须得画图 来 说20年6月1日 蒋公司开工建设一条生产线 当日支付工程款是1000万 是不是相当于工程已经开工 资本支出已经发生了 但是钱没借呢 21年1月1日 蒋公司向银行借入专门计划 3000万 来了 各位 所以我开始资本化的时间 就是21年的1月1日 就是21年的1月1日 听明白了吧 因为前面的那两个条件都满足了 继续 期限13年 年利率是6% 每年12月31日支付 当年利息 他2月1日支付工程款 是2000万 所以你会发现啊 这里有什么 这里有一个月 闲了3000万 因为从1月1号 就需要开始资本化了 所以你这个钱没花出去 这里有一个月 3000万资金 是闲置资金 继续 然后21年4月发生安全事故 到了5月1日 整改结束 各位 虽然是非正常风筝 但是时间没有连续超过三个月 所以不用考虑 不用考虑 还是应当予以资本化的 继续 他说5月1号这一天 又支付了工程款是1000万 所以你会发现 这里有三个月 对吧 会数数二 二三四 一共是三个月 一共是三个月 又闲了1000万 继续 然后到了年末 盖工程尚未完工 将闲置资金用于固定理财产品 月收益率是0.2% 问你 专门借款要多少资本化 利息资本化怎么算来 整个全年是不是都在资本化期间 所以这是专门借款 所以这是专门借款 专项借款对不对 所以是3000的6% 这是所有的利息 但要扣掉闲置资金收益 闲几个月 3000万 闲了一个月 月收益率是0.2% 1000万 闲了三个月 月收益率是0.2% 这是多少 这是6 这也是6 26112 那就180-12 180-12 168 所以本题正确的还是C选项 你自己说出在哪 你自己看一看 你看看你自己出在哪 是不是有同学从2月1号开始资本化呢 是不是有同学从2月1号开始资本化呢 对吧 这个扫个万字 把它补上 1000块钱 这太少了 不可能的 1000万 少了个万字 给它补上 是不是有2月1号 那就是学的不够扎实吗 我们说开始资本化三个条件 工程已经开工 资本支出已经发生 款项已经介入 这三个条件 我们取时间较完整 取时间较完整 好了 你看不通过做题 你哪能知道你自己的薄落点呢 对吧 只有通过做题 你才能知道 哦原来我的理解和人家准则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来我们接下来看第七题 21年12月5日 蒋思签定了一下不可撤销合同 合同约定 蒋思三个月后交付以产品一批 合同价是150 如果违约 违约金是75万 因生产产品的材料上涨 蒋思预计成本是200 你个人签的是150 签的总成本是200 所以你损失了多少50万 然后蒋思 截止到12月31号 已经发生生产成本30万 不考虑其他预处问你要确认多少预计负债 我们说如果代执行合同便亏损合同 应当按照退出合同的最低成本进行确认计量 最低要么你赔50万 要么你赔75万 那你选啥呀 选50万这个呗 对吧 所以你整个合同的总损失是50万 我选这个对吧 那你就看有没有标的资产呢 他题目当中告诉你有啊 有30万 那这30万是我已经发生的成本 所以我需要对这30万去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那还有20万不够呢 确认预计负债 所以要确认预计负债的 那应该是20万 快递分数在这呢 看到了吧 先把那30万给我提存货的第一价准备 仍有不足部分 再来去确认预计负债 OK啦 单选题几个题呀 切一个 你自己对了几个呀 嗯 自己对了几个 单选题切一个 你对了几个 其实没有啥有难度的吧 就是你不小心嘛 对不对 就是不小心 有对七个的 就是不小心嘛 如果你认真点 咱猪快考试 你要正视这个东西啊 猪快 醒醒吧 就像刘国梁跟那个 那个什么来的 那个乒乓球运动员 就是哎呀 这个天真刷抖音能刷到他 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叫什么来的 叫张继科 想起来了 在那个巴西奥运会等 哎 醒醒吧 这是奥运会比赛呀 最后人醒了 人就赢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也醒醒吧 这是筑快考试啊 你要把每一道题都当做考题来对待 切不可大意 认为这是一道题 这就是一道练习题 你怎么知道它不是考题呢 人哪都是有惯性思维 以及条件反射的 你平时做题不认真 三心二意 上考场你也大概率不会认真 如果上考场反而你认真了 就会变成紧张 因为它不是常态化 你不要去违背你的生理特征 你平时都说白了 我用东北话说 平时吸了海衰的 就不太认真 无所谓 就这样了 真的让你规规矩站在这 你动不动了 你会哆嗦的 你会抖的 你平时做题不认真 到考场你想认真了 反而你心里会有一个抵触的情绪 你的大脑会给你 产生一个逆反的心理 会让你紧张的 所以各位 平时做题就认真 上考场做题 跟平时做题没啥区别 这个时候 各位你可以超常发挥 你知道吧 来多选题 我们看第一题 说下来各项 关于快递要素的属性表述中 正确的有 这是考第一章最简单的 负债 按照其承担现实义务而实际收到款项 或者是资产的金额 或者是承担现实义务的合同金额 亦或是按照日常活动中 为偿还债务 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金额伎量 属于历史成本 伎量属性 你看这孩子长得 就挑不来问题 全 鼻子眼睛嘴啥都有 而且眼睛还是双眼皮 对的啊 A是对的 B 负债按照偿付该项款项 所需要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金额伎量属于重置成本伎量属性 我们讲重置成本主要讲的是资产 但是没有说负债 人家负债这么说 也是对的 也是对的 听明白了吗 我们讲重置成本主要是站在资产的角度 去讲说重新购置一个相同资产 所需要支付的金额 那叫重置成本 负债也有的 所以B是对的 再来看C 说负债按照预计期限内 需要偿还的未来净现金流出折现金额 尽量属于限制计量属性 那这也是对的 而且我们讲现实 一般讲的是未来限制流量 折到现在的金额 没说资产 没说负债 道理是一样的吗 你资产折 你负债也得折 所以C是正确的 再来看D 供应价值计量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所能够收到或转移一项负债所需要支付的价格 正确啊 所以这四个都对啊 A B C E D 这就是基础啊 最基础的啊 再来看第二题 说下列各项关于存货计量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 生产设备发生日常维修费进存货成本 所以进制造费用存货成本 这是对的 B 季节性停工期间 生产车间发生的停工损失 记录存货成本 这个如果你学过初级你就知道啊 但是今年初级没有了 以前有叫停工损失 停工损失如果是季节性期末转到生产成本 或者是制造费用 如果你不设置停工损失 那就直接进制造费用了 所以这个B也是正确的 再看C 存货入库后发生的仓储费进存货成本 那这个说法是错的 这个说法是错的 错在哪儿一般不近 除非使存货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的必须藏储 否则的话 在发生时尽当其随意 再看D 说受托加工 主要不是委托 是受托 受托加工存货成本中 不应包括委托方提供材料的成本 对不对 对答 所以你是不是把它读成委托加工 不应当包括委托加工材料成本了 所以这个D学校你没有选 有没有同学是这样的 有没有同学是这样的 对不对 有啊 是不是 那是眼睛吗 那受托跟委托 那是一个字吗 来 本题正确的答案是ABD 对 就是眼睛不好使 是吧 哎呀 你说这个真是的 你咋整呢 咱能不能就是别在同一个石头上不断的绊导 咱吃一天长一只 哦以后别这样啊 来看第三题 说下来各项 关于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表述中 正确的有A 解内部产生的品牌 不应确认为无形资产 因为内部产生的品牌 它的价值无法可靠的计量 不满足资产的确认条件 所以A是对的 B 这个我们没有讲过啊 咱们讲无形资产这个没说 所以这个题你可以错 非同意控制下几个B中取得的可辨认 无形资产供应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时 应确认为无形资产 这说法是对的啊 但是我讲课我没有讲 我说放到合并报表的时候 再去讲 所以这个题如果你B没选 我算你对 再看C 当无形资产预期 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时 应当将其账面价值 记录当期随意 这个也是对 这个当期随意是 仰业外支出 D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在寄穿贪忧时 应考虑净残值因素 对不对 这也对 这四个都对 A B C D 各位 这就是一个正能量的题目 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知识点 都是一个考点 你都要把它给我记住 OK 再看第四题 下列各项关于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日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A 投资性房地产开始自用 转换日为房地产达到自用状态 且开始将房地产用于生产产品 提供老五或者经营管理的日期 你看这这孩子长的 这不是书上复制粘贴的吗 B 对的A是对的 作为存货的房地产改为出租 或者自用建筑物停止自用 改为出租 转换日通常为租赁期开始 我讲人书上写的就是通常为 为啥呢 有特殊情况呗 对吧 那你就不用管啥是特殊情况了 好 这个B也是正确的 再来看C 自用土地使用权停止自用 改为用于资本增值 转换日为自用土地使用权停止自用后 确定用于资本增值的日期 这个说法也是对的 我就发现我刚才读这一段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的忐忑 读完之后我特别特别的骄傲 我把评教舍都读准了 来看D 房地产企业将用于经营出租的房地产 重新开发 用于对外销售时 由投资性房地产转为存货 转换日为租赁期满 董事会或类似权利机构 做出书面决议 明确表示将其重新 用于开发对外销售的日期 这也是对的 出声音了 好了那这样的话 这个题ABCD都是正确的 又是一道正能量的题目 OK了 好 第五题 下来各项 关于职工薪酬快递处理的表述中 错误的有 第五题有没有选反的 第五题有没有选反的 不是没声 是我刚才我听见我自己声音了 所以我把我自己声音刮了 你说给你们 跟你没有啥关系 我跟你讲 考试的时候 人旁边那边 脑袋疼 屁股疼 啪啪啪 打键盘有声音 跟你没有关系 各位你要坐在那 你的世界只有你和电脑 明白了吗 没有别的东西 没有别的东西 来有没有选反的 我问你们呢 有没有选反的 有是不是 看不见呢 那眼睛怎么 闭着眼睛做的题呀 人分错误的 是不是有把正确的选上了 是不是有把正确的选上了 仇不仇人 就是不认真 来 A 将租赁的汽车 无偿提供 高级管理人员使用 按照规定 每期应付的租金 确认为职工薪酬 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吧 对的对的就别选了 肯定有人把A选上了 B 以本企业生产产品 作为职工福利 提供给职工 按照产品的成本 和相关税费 计量应付职工薪酬 错了吧 应该是公允价值啊 所以B错了得选 C 重新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净资产产生的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 哎 这个说法是对的 但不选 你看看 气不气人 D 因辞退福利 而确认应付职工薪酬 按照辞退职工 提供服务对象 记录相关资产成本 错了呗 我管你辞退的是谁呢 最后都是管理费用 所以这道题选错的 B和D 有多少人把A和C给选上了 送给你个字 各位同学 该 就得二分 就不应该让你得 你会吗 你会 那为啥呢 为啥呢 就是因为你不重视 所以只能送你个字 该 上考场 你要再这样 那你就活该倒霉了 活该倒霉了 我们进来看第六题 这个是问我们表述是否正确 是吧 这是什么 借款费用来吧 咱读一个 我就帮你分析 20年7月1日 奖资向银行借付4000万 借款期限两年 年利率5% 该借款专门用于甲公司办公楼建造 20年10月1日 办公楼实体建造开始 甲公司支付工程款一切六 来 哪天开始资本化 是不是10月1号 对吧 7月1号借的钱 11号花的钱 10月1号开工了 所以10月1号开始资本化 那这就是错的 对吧 这是对的 那接下来继续呗 然后21年1月1日 以及21年7月1日 又分别支付工程款15900 21年10月31日 经甲公司验收办公楼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所以这一天要停止资本化 停止资本化 必是对的 他们你这么觉得是不是 必是对的 继续 21年12月31日 甲公司开始使用办公楼 你爱用不用 反正我这天达到了 预定可使用状态 再来看C啊 说按借款本金 4000万年利率5% 计算利息 应作为应付银行的利息金额 对不对 对的 是吧 你付给银行 你就得按照这个付嘛 是吧 所以你看看 是不是5%的 是的啊 所以应付给银行的利息 就是按照这个金额 再来看D 按借款本金4000年利率5% 计算的利息金额 在资本化期内 记录在建造办公楼的成本 这个就不对了 出来哪了 出来哪了 各位 他是专门接款 他是一下把钱都花出去了吗 不是的 人给你这事废话吗 是不是他一点点在花钱呢 所以会有什么 闲置资金收益 你得把闲置资金收益扣掉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应是B和C 又有选法的了 厉害 给你点个赞 又有选法了 给你点个赞 来吧 我们看第七题 这个题啊 以前年度一道考题 我也不知道为啥要出这样的题 但是呢 我为啥把它放到预考题呢 就是我要告诉你 你上考场上啥呢 喜啪都能遇得到 所以这道题没啥意义啊 说获有事项是一种不确定事项 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下来各项中 属于获有事项 直接考语文呢啊 形成的结果有 直接直接直接 获有负债是不是 是 获有资产是不是 是 预期负债是不是 是 因为你获有事项满足条件 就确认预期负债了 但是预期获得补偿 而确认资产是因为有了 获有负债 满足了条件 才能去确认预期负债 这是官方给答案 就这么说的 所以我就感觉 这东西是考语文呢 是吧 所以这东西考语文呢 真讨厌 这道题 证据答案是A B C 第八题 下来各项 属于以后会计期间 满足规定条件 可以重复类 进随意的其他综合收益 有 来 外币财务报表则算 有它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变动 进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有它 注意这叫什么 分类为 再来看C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变动 进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产信用减值损失 有它 D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变动 进当期水益金融负债 因自身信用风险变动 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 这个是进其他综合收益 但是未来不能转水益 未来不能转水益 说清楚了吗 所以本题证据答案是A B C 看第六题是啥 刚才不说了吗 这没有扣闲置资金吗 这么我说话你不听吗 你得把闲置资金收益扣掉啊 然后再进入到建造办公楼的成本 就我说话你得听啊 同学 是不是 我说话你得听耳朵 耳朵 题目没有闲置资金收益 他没有给你 不代表他没有啊 同学呀 没有给不代表没有啊 专门计划一定是有闲置资金收益的啊 你存银行有没有利息啊 你那钱能放家里放着吗 常识啊 一定放在银行啊 那银行有没有存款利息啊 有啊 对吧 这你别纠结啊 这没有任何问题 啊你自己没事别别自己放死牛屋里去抓啊 你就想一想 我把这钱放在银行 银行有没有利息也会有的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有闲置资金收益的啊 好了 来吧 各位我们进来看计算分析题 两题 第一题啊 我看到这个答疑 有些同学就说啊 一直在纠结这纠结那 你纠结啥呀 咱也不考财管 是吧 说那个实际利率 你这个按半年算的 按月数算的 你怎么那个实际利率 跟那个利率一样的呢 我这是考财管吗 我这考你快递 快递咱就是有实际利率 分月算就行了 但是如果是考财管的话 你那个年度的利率 和月度的利率 是不一样的 我就说呀 我说你给我去 看看这些学生啊 咱们这些亲爱的同学们 是不是既学了财管 又学了会计 90%以上都学了财管 学了会计 所以他才会有 这样的疑虑和疑问 好事 但是呢 咱学哪一科 咱就按照哪一科来 咱压根也不跟你玩 财管那些套路 财管你看 你年利率是12% 如果按岳父的话 那肯定不是12%了 他也不是1% 对吧 他也不是1% 因为他负利积极嘛 刘老师会吗 刘老师太会了 但是咱住会计 这科目 不那么较真 不那么较真 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了吗 来 我们看第一题 这个题很简单吧 21年到22年 奖资发生的与 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交易如下 这是1 2 然后其他资料 给了什么呢 给了一堆 各位有没有人到现在为止 还不认识这些东西的 PF53 PA53 PF63 PA63 有没有人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 如果还不知道 那你可是危险了 我跟你讲 是吧 你现在已经一只脚踏进了悬崖 有一点风吹 你就掉下去了 你这东西还不知道 那你快递怎么过呀 还是得会的 奥同学还是得会的 说清楚了吗 你现在有一只脚已经 就是迈进了悬崖 就后边 当然刘老师肯定不吹你 刘老师拽你 但是后边 吹你一下 你就掉悬崖里边了 这东西还能不知道的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不行 得知道 得知道 这些东西呢 蒋老师给大家讲过 我也已经把蒋老师 那个基础知识那些 视频给你摘出来了 就在下边补基础 你听一听 三分钟五分钟 把它听明白 来吧 我们看一看 第二个 说假定可转混 公司债券的利息费用 采用负债初始入账金额 乘以实际利率来进行确认 按月平均计题 且利息于21年和22年 均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本题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 看要求第一个 说计算蒋老师发行可转债中 负债成分的初始确认金额 第二 编设蒋老师21年7月1日 发行可转债的快递分路 这我说一下 这个负债成分的入账金额 其实不就是 如果你没有装股权 一般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吗 那对于一般公司在这 它的发行价格是啥呢 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 采用什么利率呢 一定是当天的市场实际利率 对不对 来吧我们看一看 21年7月1日 蒋老师以每份面值100元的价格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0万份 募集资金1000万元 不考虑发行费 该在这续存期是三年票面年利率5% 按年复息到期一次还本 它这个按年复息是 它不是整年 满12个月复息一次 啥意思呢 一年两年三年 我们每年利息怎么算 应该是你拿面值去乘以 票面利率 所以面值是1000万 票面利率是5% 所以每年都有一个五算 最后有一个1000万 对吧 把这些统统给我折到现在 算出这个点的限值 这就是负债的供应价 即没有转股权 一般公司暂券 它的发行价格 我们找找实际率 在下面能看到 所以你折现的时候 用到的实际利率是6% 用到的实际利率是6% 继续 说该债券自22年7月1日起 即可以按照实股的价格 转为普通股 来吧 各位 虽然我这个题 我没有考你 金融资产 但我问你 我问你 我们讲可转债的时候 我们说 把你的发行价格减去 负债成分的供应 就是权益成分的供应 来 为什么 你看看 这个学习 为啥它就是权益了呢 凭啥它就是权益了呢 各位 你这里镶嵌的是什么 你这里镶嵌的是一项转股权 各位 它是衍生工具 对吧 那么如果 是衍生工具的话 有东西 因为衍生工具应该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是购买方 我们现在说的是发行方 所以你学习一定要注意啊 我现在说的是发行方 要么是负债 要么是权益 所以这项衍生工具 它到底是啥呢 你看 将来需用或可用自身权益结算的衍生工具投资 这叫金融负债 但以固定数量金额交换固定数量自身权益工具除外 如果这个除外指的是什么 权益 对吧 那你看这个是固定的不 首先第一个数量是否固定 定好了 定好了 一共是多少 一共你不就是一千万吗 转股价格是不是给你定好了 所以可以未来转股转多少 转一百万股 数量也定好了 金额也定好了 各位 这是不是权益 是不是满足了固定换固定 所以它是权益啊 当然我们讲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时候 没有讲这些道理 咱就说白了 硬性接受了 是吧 我硬性接受它 但是我学完金融工具了 我这回我得知道它为什么 它是一项权益 因为它是一项衍生工具 企业将固定数量交换固定金额 固定换固定 所以是权益啊 如果我刚才说的这些话 大家感觉听天书13章 赶紧去补去 赶紧补去 等下个月再考试的时候 会考到这部分的内容 继续 说转股之后 之前啊 如果奖资发生配股 资盟机转正股本等资本结构发生变化 转股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以确保债券持有人利益不被稀释 尚未支付的债券利息 记住它是不记录到转股基数的 发行债券时 市场上不含转股权 但与提条件相类似的债券的利率是6% 所以第一步 这是债券的三年之后的本金 这是债券的利息 所以前面成的是负利限制系数 后边成的是这个年金限制系数 用到的这个利率啊 注意都是6%的实际利率 算出来负债成分的公允 973.25 973.25 这也就是你负债的入账金额 接下来看看负责 借银行冲了1000 但应负债券面是1000 你实际的负债是973.25 所以你会出现有个借方差的利息调整 对吧 利息调整26.25 然后整个面值是1000 我的发行价格也是1000 所以这个时候其他权益工具也是26.25 这我上课讲过 我说这是完全纯属巧合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只有你按面值发行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利息调整 不考虑发行费和权益工具 这俩金额是相等的 除此之外 肯定不等 所以各位同学做这种题目的时候 千万千万切记 不是要认为说 我其他权益工具的金额和利息调整的金额 是相等的 纯属巧合 纯属巧合 说清楚了吗 那有同学说了 这个题也没让我们写明细 我直接带应付债券 973.25行吗 也可以 所以你记住 我们在考试时 他要求你写明细 咱就写 他不要求你写 你可以不写 OK了吗 所以其他权益工具 主要没有投资两字 没有投资两个字 是26.75 这是权益成分的公元 继续 算利息 它虽然是分月算 但是你看人怎么问 咱就怎么答 人让你编12月31号 与再串利息相关的会计分录 这有同学说是编一个月的呢 还是编半年的呢 编一个月还是编半年的 这我建议啊 就是编那个半年的 明白了吗 所以你看 他下边说分别编制 6月30号计题 利息的快据分录 和7月1号转股的分录 就是编半年的 编半年的 所以有同学算一个月了 那这个题呢 说白了就是 哪去了 把这句话干掉 这就没有争议了 爱月平均计题 把这个干掉 那就没有啥争议 咱就按半年来 简化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吧 首先 他告诉你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利息怎么算 本金乘利率 你的本 你的本是973.25 实际利率是6% 半年那乘以12分之6 算的是29.2% 负利息 按面值 乘以票面利率 也是半年是25% 有借 必有贷 接贷 必相等 所以利息调整的 胎效率是4.2% 然后有同学说 那个每年支付一次利息 这怎么到12月31号 又负了呢 这个题出的是有点bug 不怪你们骂 我也骂 这题不是我出的 我也骂 当然 这个开玩笑 说你写了它 不扣你分 你多写它 它不扣你分 明白了吗 你多写上 它不扣你分 所以这个题 确确实实有点bug 这个题 就是改成1月1号 就最简单了 是吧 非得弄什么7月1号 这可能是我原来出的题吧 这么烦人呢 是不是 这么烦人呢 好了 这些考试上 基本上不会有这么大的bug的 继续 到了6月30号 22年6月30号 你说得把下半年的利息 算出来呀 所以还是刚才那数 一样 还是刚才那数 你看一样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呢 各位 到了7月1号这一天 我说可以转股了 转股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把你负债的账面价值过 干掉 负债的账面价值 现在剩多少 就这俩 对吧 这俩 这是你负债的账面价值 我给你算一算 你看最初最初 打头负债是多少 973.25 对吧 973.25 你写的是 973.25 然后你是不是得加上个 973.25的6% 正好它是一年嘛 这个数字算出来了 其实就是负债 不对 还得减个东西 还得减个1000乘以5% 这个数字算出来的 就是你负债的账面价值 其实不就是胎成本乘一块 一加上实际利率减去面价乘以票面利率吗 对吧 对不对 就是败债成本 所以把它给干掉 然后其他权益工具 原来有多少 这贷方 计刑方都够充了 股本定好了 就是100 最后插个资本攻击 股本一价 整体没啥难度 整体没有什么难度 630为啥不减4.2 这不减了吗 这不已经减了4.2了吗 什么叫为啥不减4.2 减了吧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上面财务费用那里 啥意思 我没明白你们 来 各位同学 我刚才说这个题 大家做出来之后 有没有问题 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 个别同学有问题 那就是你思路 可能稍微有点偏颇了 下课缓一缓 咱们再做 没有问题 是不是 没有啥问题了 我感觉也没有问题 这题我自己还做了一遍 没问题 那下边有说明 自己看一看说明 来吧 第二题 第二题 各位同学 第二题是不是感觉 事成相识 但又无从下手的感觉 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第二题 这三个资料 每一个资料 我都讲过 每一个资料 咱们都讲过 但事成相识呢 又无从下手 所以我带给你讲一遍 来看一下 说P集团 20年到22年 子公司发生的有关交易 或事项如下 我把这个题目啊 下边的其他资料 给你挪上来了 我讲一个资料 讲一个答案啊 第一个 说上述子公司啊 激励计划 均经过相关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批准 就是合规 合理 第一个 说蒋公司 部分经济业无下 咱先看看 他问的是啥来 要求第一个 根据资料一 编着蒋公司 20年 22年 至22年啊 相关快递背路 说明22年如何进行快递处理 是不会说话 是不会说话 老师我不会说话 怎么办 你打小不会说话的时候 有爸爸妈妈教你 你现在大了 不会说话 刘老师教你 刘老师教你 你还不听 那只能自己承受 所以我告诉你 答案当中给你写的这些 你要自己没事读一读 读完之后拿笔去写一些 要有这种语感 你说我为啥会说 说白了 我当考生 但是我也未必会说 讲这么多年课 天天讲 年年讲 月月讲 不断磨练出来的 我跟你说过 说话要通过你的耳朵 再次刺激你的大脑 所以是两边刺激 这有科学根据 对吧 所以你得读出来 别个心里默念 念经没有用 没有用 读出来 来吧 我们看看资料一 资料一 说蒋公司部分经济如下 20年1月1日 蒋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向本公司20名管理人员 授予3万份 以本公司权益工具结算的 股票期权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服务期是三年行权条件为三年内 每年实现净利润 较上一年增长6% 方可行权一万份 蒋公司通过增发股票方式来进行行权 就是发新股给他 每份行权价格为五元 各位 这是服务期限 这是业绩条件 这个业绩条件是啥来的 是一个非市场条件 对吧 切记 非市场条件 如果他没有完成 你原来确认的成本费用怎么办 转回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他说 如果你每年达到了目标 可以行权一万份 一共给的是几万份呢 一共给的是三万份 各位这叫什么 这叫子计划 相当于是向这20名国内人 授予了三份股权基地计划 分别等待期是一年的 等待期是两年的 等待期是三年的 三年分期行权 这能读得懂 你得能读得懂 来继续 截止到20年12月31日 蒋公司净利润将上一年增7% 完成了 21年和22年净利润 均能够满足行权条件 未来预计也可行权 20年没有人历史 蒋公司预计 未来两年也不会有人历史 来看看 一共是几个人 20个人 每个人多少份 三万份 但是注意了 这三万份呢 分别是等待期一年的 等待期两年的 等待期三年的 我现在一年的这个完成了 所以它是一分之一 两年这个等待期 所以第一年是二分之一 三年这个所以是三分之一 看明白了吗 看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我给你写成一一 就把三切成三块 等待期一年的一分之一 等待期两年二分之一 等待期三年的是三分之一 这我讲课咱讲过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这里最主要最主要 我得找什么 找权益工具的供应价 找一找来 权益工具在这呢 每份权益工具的供应价 20年1月1号为12 12月31号 21年12月31号 22年12月31号 各位这都是啥东西呀 你们哥这出来干什么呢 讨厌 是吧 真讨厌 这都是通向及格的妖魔鬼怪 一棒的给我打死 我们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一定记住 就是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给了 12 所以我们第一年 他不让你算一下 20年到22年 每年快递费入吗 所以第一年你做的快递费入 是借国类费用 带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目的 第二年也是第三年 类似的 主要是这个金额怎么去算 金额怎么算 来看好了 我们第一年是400次 这数找来的 20个人 每人1万份 老师每人3万份 我得拆成三个子机挂了 对吧 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12 等待期是一年 所以是一分之一 20个人 每人1万份 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12 所以等待期两年的 二分之一 20个人 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12 1万份 等待期三年的 所以算出来应该是440万 即果立费用440 带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440 咱们讲基础 网尔干的比较 一模一样的题 数可能变一变 一模一样的题 再来 然后到了 20年结束之后 因为这一万份 题目当中告诉你 都行权了 截止到21年 12月31号 哪去了 他都行权了 是不是 蒋子预计 这个 21年和22年 净利润增长 均能满足行权条件吗 然后不考虑 这个没有人立志 所以他是可以行权的 对不对 所以他是可以行权的 来 行权怎么行权 20个人 每人一万份 每份股票 他给我5块钱 7权嘛 低价买股票 所以借银行存款是100 这是给我的钱 借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这240咋来的 各位 240咋来的 20个人 每人一万份 每份权益工具 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是12 等待期是一年的1分之1 这个数字算出来是240 就是第一年的 就这440里边这一块 看到了吗 人家行权了 那所以要把字母凝送掉 带股本 那就是20个人 每人一万份 对吧 每人一万份 股本的面值是一元 这一是万份 这一是元 这个是人 20个人 每人一万份 每份股本面值是一元 所以是20 差个是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320万 到了21年 来我们看看21年啥情况啊 21年他说增长8% OK 也达到了 因为只要6%就可以 对不对 所以他增长8% 预计22年利润增长 也能满足行权条件 21年没有人离职 预计未来一年也不会有人离职 来吧 我们看21年 21年首先第一个 去年这个你还得给写上 咱是差个算的啊 等待期一年的已经完成了 等待期两年的 这是第二年 所以乘以2分2 等待期三年的 这是三分之二 这是截止到第二年年末 累计的资本公积 你第一年已经确认过440了 所以要把这440减掉 所以当年确认的是200万 借过的费用200带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200 接下来继续这20个人也行权了 跟刚才那份录是一样的 跟刚才的份录是一模一样的 听明白了吗 因为也是一万费 也是这20个人 所以啥都一样 啥都一样 来继续这个题到这都没有什么难度啊 看好了 第三年来了 截止到22年12月31号 奖资净利润较上一年增长5% 没人离职 各位达到5%了 它有没有达到行权条件 没有啊 而且刚才我说了 这是什么 非市场条件 如果是非市场条件 它没有达到行权条件 以前确认的成本费用要转回 对不对 我就问你 它是第一年没达到 还是第二年没达到 各位人第一年第二年 人不背你的锅啊 第一年和第二年 我可都达到了 所以人家第一年第二年 当时已经股票都给了 结束了 只不过我们刚才是三个子计划 对不对 这个第三个子计划 它没有达到 所以我们需要转回的是什么 是第三个子计划 在第一年和第二年 我确认过的资本公寄和卦利费用 听你们的意思了吗 跟人第一个子计划和第二个子计划 没有一毛钱关系啊 你一定要把这弯果绕不来 所以现在我需要转回的是什么 转回的是我在第一年来 就这个东西 第一年哪去了 在这呢 这是第一年了 对不对 这是第二年 这截止到第二年了 这个东西我需要转回 下边给大家写个表格 你看一下 我给你涂上颜色的 就这里啊 这里啊 核在一块是160万 我需要把这160万给它转回 三个子计划 每年都是 每个都是240 人第一个240 这是第一年自己完成了 第二个240呢 分两年 第三个240 原则上分三年 每年是180 每年是80 那问题是 没等我第三个要确认的 第三个亚洲我也不确认了 我需要把前两个要转回 明白了吗 前两个要转回啊 所以借资本公寄160 带管理费用160 因非市场条件没有达到 没有达到 所以怎么办 要转回 OK了 再来看第二个资料 乙公司部分经历无效 21年1月1日 乙公司实施经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通过定向增发股票 向50名管理人员每人授予1万份限制性股票 每份面值是1元 发行价格10元 无管存银行 相关手续办完 当时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为15元每股 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为15元每股 发行价格是10元 继续 根据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 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期工作满三年 企业三年收入增长 算数平均值不低于20% 限售期满后 以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办理解除事宜 为满足的 那么蒋公司按照原价回购 各位这里 三年是什么 等待期 20% 这是什么 这是业绩条件当中的非市场条件 21年 以公司实现利润是8.2亿元 营收增长28% 以21年12月31日 包括上述限制性股票在内的股份 一共是52,550万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5元 共计派发26,275元 根据限制性股票基地计划 以公司支付给限制性股票 持有者的现金股利不可撤销 各位我就问你一句 如果现金股利不可撤销 我在发放现金股利时 有没有其他应付款 有没有这个其他应付款 各位 没有啊 记住啊 一会我们做分录的时候 没有其他应付款 什么事啊 继续 21年度 以公司有一名离职 预计未来不会有人离职 所以未来找我要股票的 或者解锁的是多少个人呢 一共是哪启了50个人 他预计已经有人离职了 预计未来不会有人离职 所以未来找你要股票的 应该是49个人解锁的 22年5月12日 以公司通过银行出款支付了 现金股利26275万元 要求根据资料2 编制已公司21年相关会计分入 和22年支付现金股利的会计分入 21年就是我发了个股票 对吧 然后呢 根据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要确认管理费用 同时确认资本攻击 然后他宣告发放现金股利了 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这里记住了 我一共是50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 这是预计未来不能解锁的 因为他已经离职了嘛 剩余的49个人 未来是预计可解锁的 因为我现金股利不可撤销 所以这49个人 就跟我正式的股东一样 而这一个人呢 我给你我又不能要 各位那是啥 费用呗 对吧 相当于是国利费用 OK 我们看一下 首先发行时借银行存款 这是50个人 每人一万份 每份 发行价格是10元嘛 所以你收到的是500万 贷股本 50万份 对不起 50个人每人一万份 每份的面值是1元 50 插个字幕机 顾别一下 一共是500 所以借库存股 贷其他应付款500 就回购义务 确认负债 然后紧接着 我们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这个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各位 咱这样 咱先把这50个人拿出去 行不行 咱们先把这50个人给他拿出去 行不行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普通股的 普通股股东呢 这能看出来吧 普通股股东的 每个人发多少 来看看 这是股数含着限制性股票的 对吧 每人发多少 0.5吗 所以咱先把限制性股票 这50个50万给他拿出去 可以不 可以吧 所以这是正常分配的 借利润分配 带应付股利 OK 然后再来看限制性股票 这部分 这是预计未来可以解锁的 那跟上面是一样的 借利润分配带应付股利 这一个人是未来不能解锁的 那就是借管理费用带应付股利 说合在一块行为行 就这事以后也不用问 我们筑块考试 判卷的这些老师啊 他是会会计的 你猜了些 合了些 结果对就可以 所以这个以后就不要再问了 都可以啊 然后紧接着 我们要确认管理费用 那这个管理费用怎么确认 我们是预计未来有49个人可以解锁 对吧 然后每个人一万份 等待期是三年 权益的供业价是15 各位你看 刚才我特殊给大家读题的时候 我很呆呆的取出 权益股票的供业价是15 是普通股当天的试价吗 有多少人拿这个15去减这个10了 有多少人拿15去减10 拿这个5算的 各位 限制性股票的供业价 说白了不就是权益工具的供业价吗 对不对 所以直接用 直接用 直接用 那就是 三分之一 所以是245 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245 然后发放时 这个比较简单 借应付股利 带银行 26275 OK 再来看第3 秉公司部分经济务如下 22年1月1日 秉公司为其100名忠诚以上管理人员每人授予10万份现金股票增值权 基地对象从22年1月1日起必须在公司连续服务晚三年 即可从24年12月31日起根据股价的增长幅度获得现金 该增值权在25年12月31日之前行使完毕 2年12月31日 每份现金股票增值权的供应价值为14元 当年有10个人疯了跑了 是吧 比如说预计未来还会有6个人疯掉跑掉 所以真正找你要钱的 看好了是100个人减去已经跑的和预计将要跑的 所以应该是84个人 应该是84 然后让我们去编一下22年相关快递费路 那这个超级简单了 是吧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几年呢各位 这是几年 22年到24年 22232323年 在这呢 服务是三年 所以借过来不用带应付职工薪酬 这数是什么算的 来看好了 几个人未来找你要钱 一共是80 24个人 当天的供应价多少 题目给的14 对吧 现金股票增值员供应 每个人多少份 10万份 等待70几年 三年所以是三分之一 这是第一年所以减零 减零是以前已经确认的 应该是3920 借管理费用3920 带应付职工薪酬 3920 这超级简单了 行了 一会儿离我讲完了 如果说几句话 现在有问题 定要细研习 现在不做题 考试干着急 现在不努力 考前准放弃 各位 听我一句劝 现在开始 一切皆有可能 月考题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如果你对月考题 个别的题目 可能感觉还是有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 你先放一放 你一时之间没有撞过来这个弯 等过后之后 你再去看看解析 再去听我讲的 基本上90%以上是可以解决的 还有那10% 我就是解决不了了 前面基础不牢 所以要补补基础的 好了 各位同学 我们稍事休息 我们休息10分钟左右 回来继续给大家介绍的是 第六章长期股前投资